香港法學界人士認為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依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制定禁止蒙面規例 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香港法院有關司法複合案判決 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 我國憲法第67條規定 法律的解釋權歸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基本法第158條也規定 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那麼香港的法院就應當遵守全國人大的決定 這次的判決其實已經超越了香港地方自治的範圍 禁止蒙面規例實施後 確實能有效地減少社會上的極端暴力犯罪事件 如果沒有禁止蒙面規例 那麼現在香港警察的執法難度將會更大 反蒙面法是有需要存在的 對於一個止暴制亂是會有很正面的協助 只有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哪些法例 是違反基本法或者是合乎基本法 今次打擊了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管治香港的權力 希望法庭在考慮法律 最重要是法律外來建設社會 不是利用法律去摧毀整個香港社會 我也絕對贊同國務院港澳辦 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公委發出的相關表述 他這個裁決我是非常失望和不支持的 這件事對香港在止暴制亂方面 是有一個非常負面的影響 亦是碎弱了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方面的權力 亦是挑戰了國家的主權 亦是碎弱了